咚咚咚咚 英雄技巧与细节 三分钟告诉你 玩转左翼你最需要知道的16具细节 一 打出被动平A的习惯很重要 只要你习惯性的又见了敌人 被动平A会自动在连招里打出 让你打满伤害 而不是吐舌头 二 左翼的进攻距离很远 很多时候会超过普攻范围 这也是飞可不出乌妖之祸的原因 虽然官方推荐无妖之祸 三 Q技能的两段可以触发两次被动 所以Q1A Q2A是拆塔神迹 四 Q的施法距离是实时更新的 很多时候看起来距离不够的二段Q 你往前移动就会命中 五 正因为Q的飞行长度是实时更新的 手速快的话你可以先Q2再R 这也是飞可所钟爱的按键方式 六 先Q2再R 可以使你的进攻更加出其不易 因为Q2的时候你还在移动中 所以这个Q确实可以打更远 但是比起先R再Q2 这个连招失误率很高 手速一定要快 七 出门不要着急选Q技能 因为E技能是E技能神器 八 如果你遗到了人 但无法获取他的视野 睡眠状态的敌人在阴影中会有个特殊标记 可以看到 从而让你百发百中 九 水银尸带 船长的橘子 狮子狗的满星W等都可以解除E的第二段睡眠效果 十 R技能可以侦测 格强视野 这对于Q技能的命中至关重要 但R技能不能提供附近草丛视野 十一 二段R几乎不可以被任何行为打断 包括中亚火箭腰带爆炸过时 甚至是敌人的控制 例如机器人的钩子 巴德的R 十二 用R逃生 不存在的 你的进攻距离非常远 玩好左翼的核心是把握好距离 这样敌人才无法靠近你 十三 对线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会打超远距离Q 相反会用快速的二段Q 利用侧边消耗或者Q兵的AOE效果 来消耗敌人 打出优势 十四 侧边站位 才是左翼打团的正确站位 不要站在后面 在侧面 更容易利用强体 以及抓住敌方关键人物 类似的英雄 还有芒僧 暴女等 十五 很多新手左翼都没有利用好自己短CD的优势 左翼的技能CD非常短 在团战中高频率的发动远程进攻很重要 技能一轮接一轮 你也是法术机关枪 十六 飞可最爱的连招 是QR和RE两个连招相结合 也就是先用Q打伤害 而近身之后接QRE 一控制敌人之后 还可以打一个Q 两个Q一个E的连招方式 完美契合QE技能的CD 伤害爆炸 喜欢看左翼跳跳绳走路吗 三种走路形态自由切换 试着按一下Ctrl加5吧 飞可左翼的详细出装套路 关注我的微博 白银大神王小鱼就可以查到 耍帅还能正外快 录下自己游戏中的精彩镜头 并投稿给我们 一斤采用即可获得50到2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哦 解说小鱼 APP163点好 期待你的来稿 谁说剑圣不能上王者 汇集韩服北美王者剑圣的技巧精髓 小鱼团队亲力打造的欧星力血之作 王者课程第二期 无级剑圣独家绝密课程 包含电刀打法 秒独迷响 高端二连Q 胶闪流Q打法 月塔奥义 团战机密 意识路线等等在内的 一共10节精品课程 让你成为真正的五杀之王 领会顶分段无级之道的终极奥义 跳楼推广 现实一折特惠 还等什么 扫码关注公众号 或者微信搜索小鱼王者课程 下一个王者就是你 Pentakill